而臺灣現行的法令是規定 跨性別者必須經過性別重製手術 才能夠符合更換身分證性別的資格 有專家和法界人士就質疑 跨性別又不是病 為何要強迫他們動手術 帶大家深入探討跨性別者的身份認同議題 體型纖細瘦小的陳思穎 大學時代確認自己的性別認同是女性 因此選擇以女性性別過活 日子終於自在許多 但身份證上的性別還是男性的他 生活常遇到種種不變 不小心腳痛違規好了 然後被警察攔下來 然後警察也問你看我的身份證 說這是你的嗎 這樣 我覺得就是每一次遇到的時候 都會有點小小的無奈 就覺得好像 因為我覺得認同其實除了 而臺灣現行的規定是如果要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 必須經過兩位精神科醫師評估 診斷為性別不安 並鑑定可實施性別重置手術 有了精神科的診斷證明之後 跨性別者再去動性別重置手術 也就是要摘除陰莖跟膏丸或子宮 卵巢跟乳房 而這樣的手術對陳姿穎來說是個難關 手術就是跟絕育 就是絕育 不管是男跨女 女跨男的絕育 然後就男跨女而言 手術完之後 他就是要定期的去保養 自己的人工陰道 就是看可能要拿擴張棒 可能有一些人會有一些奇怪的副作用 例如說什麼沾黏啊 國家要求他只有兩種性別 必須要用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 而且是不可回復的 不可逆的方式 來證明你是屬於某一種性別 那這個我真的是不太符合 我們這個醫學上的標準 因為他有一點是扮強迫非自願的 跟整個社會環境 跟整個公共設施的改進上面 從性別友善想過去思考 而不是回歸到每一個跨性別 他被要求說我要去動那個手術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講到人權保障 應該是這樣子去做 對 就是去橫平 我們的跨性別者的權益 二零二二年 性別多元 已經逐漸成為先進國家的主流價值 或許臺灣社會也可以試著 跳脫性別二元的框架 還給跨性別者應有的基本人權保障 公視新聞萬真文 黃真淵採訪報導